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权力的拉抬动员之下 我们看到谢国梁他是有惊无险的 守住了他的市长宝座了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投票率也蛮高的 拉到了50.44% 换句话说就是在基隆市有投票权的市民 一半都出来投赞成或反对票了 所以看起来相较于过去的几次 非大选的一个投票 其实真的是蛮多人的 看起来国民党动员的蛮够力的 而投票的结果是55%反对罢免 45%同意罢免 相较于市长选举的时候 市长选举的时候 谢国梁国民党是拿下了52.92%的支持度 拿到了将近53%的票数 所以这次又多一点点 比例上多一点点 这应该怎么解读 这样的一个解读 因为这次只针对要不要让谢国梁继续做来 作为一个同意或反对的投票 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而这样的一个投票结果 可不可以拿来作为两年后的市长选举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对兰真的是打下了一个强心针吗 有这么乐观吗 这次当然很多人说 这个公民团体 很多年轻人站出来了 虽然整个节奏 动员力等等 感觉相对不是很够 拿下这个票数 你会觉得说 好像看起来是不是也蛮漂亮的呢 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几次在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还很深嫩的一个表现 结果他们居然也让市民同意罢免的 拿下了69,934票 等于也将近45%是要同意谢国梁 不能再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看起来对于绿的或者是反蓝 因为现在蓝白和了 反蓝白的阵营来说 也不是那么的悲观 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的意义 55对45%相距不到 一万六千票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是整个资源落在黑内 该怎么解读 以及那么很多人家说 这次市长谢国梁的行动之后 接下来全台湾会有立委的 大罢免时代正式展开 这次国民党算不算是 成功的挡住了 因为挡住市长谢国梁被罢免之后 接下来他们要立法院 透过修法要拉高罢免的门槛 蓝家白看起来罢免的门槛 应该可能会被拉高 虽然黄国昌过去讲的 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是不是又要避免自己 或者是自己友军的状况被罢免 确实会拉高 而这样会挡住了 接下来台中F3被罢免的势头呢 这次台中F3动作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市长卢秀苑在观察了基隆的 这个罢免的状况之后 据说已经抓着他的F3来进行开会了 接下来甚至还要请黄国昌来帮忙助讲 真的会这样吗 而这样的做法除了为反罢免操兵之外 是不是也对他下一步有可能要问鼎总统 来做一个暖身呢 等一下我们都要来好好的分析 好现在接受一个来宾 欢迎好大家好 来介绍资讯论员吴静 我们介绍的是政经评论员许韦智 来介绍的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我们介绍的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再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员吴静怡 好现在一开始先来看一下在谢国良 谢国良今天哽咽了 他说讲到这个呢 他就觉得很感动 他深深的鞠躬 他说这次继续做市长 接下来他要把几个主要呢 罢免谢国良的几个重要人物的一些想法 他会持续的跟他们沟通 希望把市政做得更好 深深的向市民一举功 有关于他得知自己顺利的 继续要可以做市长之后呢 他的心情 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我们现在连线记者为文轩 文轩请说 好主播主播 马上带来关心到了 在国民党就是党部最新 其实这个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 已经搞一段落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不同意大于同意 不过呢不同意票超过八万多票 不过同意票也没有少 也接近了七万多票 但是呢可以关注到了 是这一次啊 其实对于谢国良来说 也延续到了 他的挑战是一路延续到 可能是2026拼连任的时候 这个难度可能会增加 而谢国良呢 其实是在稍早的时候 大概是6点03分的时候 抵达了这个会场 那他在台上呢 也发表了他的谈话 但是呢 他其实讲到激动处 是一度哽咽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的信仰 也一路扶持我 让我能够走到今天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爱 能够充满了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我也希望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他 抱歉 我只要讲到这些 我都会特别的感动 好 可以听到呢 他的宣言里面呢 其实从前段是非常感谢 包含了党中央 以及各县市的 来营执政首长 是大力的相助 那包含了前总统马英九呢 在刚刚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致电给他了 他也是非常感谢 也特别提到了 立法院长韩国瑜 而他也提到了 其实这一路走来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的信仰也带给他很多的力量 讲到他的信仰的时候 他是一度的哽咽 甚至是说不出话 那最后呢 他也告诉大家 其实在之后的市政 他也会好好的努力 包含了很多的细项细节 都会在未来的两年当中 一一的完成兑现 而最后呢 他也向这个行动团体来喊话 感谢他们这一次的大名案呢 其实也是完成了基隆的民主的象征 因此呢 在下周的时候会亲自致电这个差量小组的领先人戴景安 而且呢 也会邀他来一起讨论 如何改善未来基隆师傅更好的政策面 以上是在现场最新 将时间尽头 站给彭内主播 这谢国良感动哽咽 他上来之后一一致谢 我觉得有点像是党内的排序 比如要谢马英九 谢主席朱立伦 然后接下来就院长韩国瑜 然后才是卢秀燕 他把韩国瑜放在卢秀燕的前面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 但是我要提醒谢国良少谢了一个人 柯文哲 那不是说最近柯文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不会互公谢国良 所以这使得气氛不太一样 对不对 来针对这样的一个投票结果你怎么分析 而且在这一次里面 事实上民众党在最后的时候也说 我们的人也要去帮忙或什么 但是我如果从这一次的票数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自己组织动员出来的状况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光看这个所谓的不同意跟所谓的同意罢免票 事实上只差了16,080票 那这样一个票据的差数 你如果再回来看这一次罢免的这个行动 是由公民团体自己所推动的 那国民党是用全党的力量 也就是他其实动用了所谓的组织动员下去做 那两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公民团体他必须要想办法吹起说 你去投票拜托的你去投票 但是国民党很简单 我只要组织起来的时候告诉你说 你们今天给我飘飘入柜 我就只要一个一个钉 那你没有来我就打电话吹票 所以到下午之后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如果就组织动员的状态之下 应该会去到这个投票所再去 有比较多我认为会是国民党吹出来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这个投票率达到50% 是 你觉得不意外 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国民党全部撑出来了 国民党是全党都进去 你刚刚提到说他那个排名 我觉得那可能是在谢国良心目中的重量 你说先谢马英九 他握了马英九走10次 那人家不想握他拼命握 所以我觉得对于谢国良来讲 当然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 后来在这个上面的这个致死里面 他其实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公民团体其实没有输 所以他后面才讲就是说 他接下来会去针对这些 我就说你看他这一次公民团体提出了 30个罢免谢国良的理由 说实话这30个代表是什么 人家已经点出来你从做市长到现在为止 有30个地方人家觉得你做得不好 你未来怎么去作为调整 但是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 当然说挺过了这个谢国良的这一战 可是接下来遇到后面的问题 还有你几个这个地区域型的立委 也被人家传说接下来要发动罢免 所以你看民团的部分 他们现在就针对台中的这个所谓的F3 他们说接下来要启动所谓的宣讲 这个宣讲的概念就会变成就是说 你的能量要持续的累积下去 因为第一次在提出说要罢免区域立委的时候 是在这个所谓的蓝白 在国会推国会改革 那问题是如果现在以这种公民团体的力量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差距的话 那政党的力量如果再进来 如果你看过 你觉得这次民进党出了几成力 老实讲我觉得大概在四成到五成左右 也有出一半 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到罢免的这个阶段里面来讲 你说政党完全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那个 但是如果我刚刚为什么讲大概四成到五成 是因为你如果看过去 民进党在打地方型的选战 尤其像补选这一种 他需要有能量进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大家看的 那都是什么你知道 总统去哪里 主席去哪里 大家去哪里 那你看到这一次民进党的组织动员力 连我们在座共川就都没去 所以你可以看来到就是说 如果党的力量再进来的话 那个组织再进来 可能对于这个蓝营来讲会有一个压力 所以谢国良有体认到了公民团体是没有输 是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进行大罢免时代的展开 还是国民党成功的挡住了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分析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讨论的现场 为什么说市长谢国良是有惊无险的守住了 他自己的宝座 他去灰车头鞠躬 也鞠躬过来来来 是 国民党的大大也是周周都有惊醒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打算釜底抽薪 修法来这个挡住罢免操 而且这个修法基本上就是要提 这个所谓修选罢法 那老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几个不同的门槛 但对于蓝营来讲 他们现在比较担心 就是说如果以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来 投票结果来看的话 政党力量再进来 这个差距很有可能 不只是大幅的缩小 有可能会让国民党 你只要稍微组织动员上面出点问题的时候 就会辨定到 被这个所谓的罢免成功的一个状态 所以国民党在7月份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提案了修了这个选罢法 而且现在按照他们规划的这个实陈上面来讲 因为目前立法院要进行所谓的施政总咨询 他们要在总实询完之后 就加速推动这个所谓修法 其中最重要的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联署的部分 不好意思不是只有签名或这些 你必须要付上身份证的赢本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真怕要拿出去 可能对我来讲会有一点压力 所以这一块是变成这样 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 他们现在要的就是要 这个罢免的门槛 要你的当选票数加一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 你要过这个罢免 罢免不是像你现在说 黄国昌能接受吗 黄国昌现在对这个 他没有太多讲话 他能接受吗 好 那他们现在变成是 当选票数加一的状态之下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修 是不是为了 你接下来有好多几个 所谓国民党的立委 之前被点名说 要被这个罢免的状况 然后要绑他们做一个 叫做防火墙的概念 好 我觉得蓝白 干脆直接联手说 以后不准罢免就好了 你要下去也不如直接修 以后公民没有罢免权就好了 好 但是这个谢国梁也有讲了 霸梁的团体其实没有输 真是这样子吗 其实今天不只是 这个谢国梁市长哽咽了 连这个差梁领先人 在警案讲话的时候 也忍不住哽咽 真的一路走来 是蛮辛苦的 这点点滴滴 在今天画下了据点 而这样的一个六万九千九百三十四票 一票一票非常的扎实 心情应该是感慨万千 拆凉的现场 我们要连线记者侯彩虹 彩虹请说 好 总终带您关心 这个金融市场谢国梁的罢免案 今天已经落幕了 而就在稍早大概是六点的时候 拆凉团体是自行宣布 这一场罢梁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 不过他们也谈到 这一次他们的票开出了七万多票 对上了谢国梁的不同意罢免票 八万五 认为他们从三月到现在 这努力七个多月的时间 没有白贝 大家是扎扎实实的投出这些票 也认为谢国梁再也不能忽视民意 而稍早的时候 领先人戴景安也带着所有的志工 站上了舞台 向社会大众 以及向所有建勇市民生生的一举功 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但您关心稍早状况 好好来面对 这一次的基隆 蓝大于绿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基隆从一阶段 二阶段到现在到三阶段投票 这是一件很难得可贵的事情 所以我也想请大家 未来这两年 再一次的好好监督市政府 两年后我们重新再来 好可以听到戴景安是特别强调 希望谢国梁真的不要忽视民意 毕竟这个七个多月就已经催出了七万多票 那接下来两年他还是要需求连任 这两年期间也势必会受到民意更大的监督 他也呼吁现在所有的台湾公民 都应该更重视自己生长的环境 不要再轻忽政治 那他也谈到这个时候 大家会认为市长离自己其实没有这么远 呼吁所有人应该好好的来关心政治 而他也喊话所有民众明天过后 依然要继续上班上课 依然会持续努力的在这社会当中来做生活 而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掌握最新的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团队主播 好我们谢谢彩虹来自新航连线报导 不论如何我们要恭喜基隆市民 至少你不会在基隆市看到处处 人工草皮了 还没有用人工草皮就大淹水了 这草皮一铺下去还得了 根本没有办法排泄水的 来我请问一下阿川兄 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怎么看 说实在你民众党到底出多少利 如果真的整个转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罢粮罢得过 今天这个票数是非常惊人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罢粮团体 或叫差粮团体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票在哪里 因为这一次的罢免公民团体发起 所以这一次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组织票 完全没有组织票 这哪里去动员组织 你民进党都没有跟他们订队一个 如果民进党有去动员任何的组织 国民党会不知道 如果民进党大规模在开会 开动员会报 开各式各样的那种会 国民党不会知道 所以这些票对罢粮团体来说 他们可能事先也不知道这多票 因为他们不知道票在哪里 所以这个数字很珍贵 你有沒有觉得 这个数字我只能形容它很惊人 你有吓到就对了 我有吓到 因为我们之前也会去想说大概多少 可是现在这个票数我可以说这大票数大部分都是空气票 不然你们本来是估多少票 不是我们没有预期投票率这么高 就没有预期投票率这么高 现在这是投票率轻的那么高 今天中午是31%的投票率 到阿波现在穿到50% 其实国民党要动也很容易 比如说钟晓平加贾设有五个人 钟晓平答应说这五个人都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 到了中午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出来投 钟晓平又不会接到电话 你们家是五个 现在来两个 三个小孩呢 三个小孩还没回来 快打回来就能回来投 这个是比较容易动员的 就是说国民党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数字看出来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在基隆的组织啊 非常的扎实 一票都跑不掉 这也是对民进党来说很大的警讯 就是说国民党一家人的组织动员的这种票 轻到几点就是这个数字 那对民党 真的没有说非大选可以冲到50%的 那个罢免韩国瑜都没有50% 陈伯伟啦陈伯伟是51.72 有史以来最高 那陈伯伟那是小区又是严家的区 对陈伯伟是因为有严家 那严家的动员的模式跟国民党这次是一模一样 就是盯到户盯到人了 你们家五个哪才踹刀两点而已 所以这次谢国梁国民党是出了十足的力气了 这个已经总统完了 这对八辆团理来说这将近七万票 真的他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票是对了 然后就是开出这些票 那这也是给两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讯息 第三个 今天这个票开了 国民党包括林涛包括这的人 是武台上翻天洗地放鞭炮 胜利成功 胜利胜利胜利成功 对民进党来说这个现象非常的好 这真好 怎么说 就是说国民党继续维持 明天开一个记者会胜亲公愿 就说你看 这个国民党大胜 这一场 总是爱惊勿喜我们了 大罢免 大罢免时代 擋住了 第一站胜利 朱立伦 你头去那里 這個對我們看起來這個很好 就國民黨要繼續維持這種勝利的樣子 第四個就是這個選霸法這個門檻的事情 這個門檻的事情如果要修法一定會過 要修法一定會過 而這個過的過程中 各位知道 總統大選 全國性的大選 輸贏都在中間選民 兩邊撐到幾點的時候就剩下10%到20% 那些中間選民再決定誰當總統了 但是現在做這種修法 你覺得做這個修法中間選民會支持嗎 中間選民的邏輯很簡單 我選你 你做了我就是要把你罷免 你提高我罷免你的難度 那這些人現在看到就是說 如果這個修法通過大家說 怎麼會過 沒辦法藍白人多 藍白過了之後 就跟上一次國會的修法一樣 是 就大家認嘛 你怎麼撞不住 像有雞頭嘛 像有雞頭嘛 又沒辦法嘛 你就是一定會要努力過的時候 沒關係 到最後就是投票那天在那個投票過裡頭 那個布蓋起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回來了 我怎麼回來了 就在那個時候 所以全國性的大選長期而言 國民黨不斷的去幹這種事 包括民眾黨一直在累積讓這個中間選民 越來越不爽你知道嗎 你看這一次的罷免的結果 這個不管叫做什麼公民團體對抗國民黨 反正這個結果出來就是出來 大家歡喜甘願 你去罷免沒過沒過沒過就贏輸嘛 罷免團體先承認我們這次輸啦 對 那國民黨放鞭炮嘛 勝利成功嘛 這都大家各自去表示 這就是台灣的民主 沒有錯 大家也不繼續去揮嘛 所以接下來的國民黨跟民眾黨 面對接下來的什麼大罷免潮什麼這些態度 對民進黨來說 國民黨請你繼續維持的時候 我們才會十點要開慶功宴嘛 哇 基隆贏啊大贏啊勝利成功 哇 這個其實 勁動的政策的競爭上 我們是這樣 樂觀其成 樂觀其成哦 你們不能再囂張哦 有點在恐嚇你們哦 我剛才抓到阿川的手哀驚勿喜啦 那是你啊 我是比較理性的國民黨 說你都去基隆啊 叫那麼大聲嗎 幾分貝啊 剛才勝利成功喊的都逼車 黃國昌講過一句話叫 焦灼式的空轉 阿伯的案子 這一次的投出來這個罷免案 也當然動員有一點差別了 可是陷入一個焦灼式的對峙 藍綠白的版圖 聞風未動 你說這一次的投票結果嗎 就5545啊 綠就是45% 藍白就是55啊 而且投票率到五成是有極大的參考值 雙方都基本該出來都出來了 你們有沒有想過 嗯 就是簡單講就是 藍白本來我們很擔憂一件事 現在沒有那麼擔憂 你現在擺的是指什麼 我不相信年輕人的票會去投支持 謝國良繼續做 年輕人沒有那麼多人出來投票 不夠多 然後好 然後呢也不要以為民進黨動員當然會多一些票 可是也不可能翻盤 因為民進黨這個政黨本來就是空氣票極多 裝腳票極少 國民黨裝腳票很多 這是個基本結構 嗯 然後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國民黨沒有做特別的事啊 人為什麼叫得出來 你們怎麼會沒有做特別的事 我說我們有沒有做一些偉大 你們很忙啊 謝國良猛鞠躬啊 這個是 就我們國民黨的召喚來投票 嗯 為什麼主席叫得動 就簡單講 那藍白跟綠已經分成兩塊 各自危機感都很重 焦灼式的對峙 我用對峙兩個字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那我覺得任何事過關 我們想沒有贏那麼多啦 其實想贏個幾千票一萬票 能夠過關就好 你們本來覺得只有贏幾千票 完全出乎意料 我們想的是 你們覺得是大贏 對 我們不一定會被扔就對了 根本就沒有想過會有51%的投票率 嗯 我們想的投票就25不會過嘛 不夠 嗯 那我們也不會 也會 也不會太多 只比他多一點 不同意票 比同意票多一點點 那總數就是 譬如說他22 我們可能20多一點 40幾% 國民黨明明火力全該都把它吹下去了 你還說什麼沒有辦法預料這麼高 嗯 真的沒有辦法預料這麼高 因為 因為罷免票跟正常 正常投票你知道 到2022那時候就60% 嗯 這次是51只差9% 嗯 這個投票總是不正常 罷免人嘛 嗯 那個是正常就是選錢與能全國22千多選 所以你們現在是中了一口氣 就是說你們基本盤在基隆是穩固的 這是你可以解讀的一個意義 基隆是穩固的 那然後呢 是不是2026就過關也沒那麼簡單好不好 選舉 選舉的是變化莫测 就簡單講 看起來 看起來我覺得藍綠沒什麼變化 可是人民今天守住你的基隆 不只基隆 基隆看謝國良你怎麼做 那謝國良很柔軟 像今天我去 我去就是 因為昨天我沒趕上 沒趕上那個肇事 我就去跟他打個招呼 然後他完了以後 他投完票就打電話給我 說來我們家做做喝茶 那我已經上高速工作不可能回轉了 他這麼沒辦法可以卡電話給你 對啊 所以你是一個咖了 不他也不能這樣 他這個人客氣啦 我講了 那後來是不是也打給 也呼籲說31條變化罷免的原因 說來喝喝茶 然後我們來改進 他深知被罷免當然是個天大的危機 連署成功就很厲害了對不對 對 就是一件事嘛 然後他想不想連任當然要嘛 那是不是那你 所以他如果照了31項 能夠這幾年就很謙虛的 能夠改變 然後這個就是客氣 我認為他是有繼續連任成功 有很大的機會 那你們藍軍會因此士氣大政嗎 覺得擋住了 民進黨不要給我什麼罷免潮了 還有很大的遺憂 你沒那麼樂觀 我沒這麼樂觀 我覺得都是如履薄賓 兩個政黨 接下來的案子一直下去 四五個案子 阿伯的案子都出來 白會怎麼走 我看沒有人知道小朋友 你怎麼那麼悲觀 我這個人一定要 我跟你講選舉是很努力贏一票 都是上帝保佑 選舉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從來對選舉 任何一個選舉我都不覺得保持悲觀 你這樣講我們就緊張了 為什麼 民進黨就是希望你們開心一點 因為我們是老將 我們選了 我今天看完林涛之後 其實我是滿開心的 你一講我又憂心 選舉真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候選人 說我一定當選 有任何一個人當選的 沒有 我看了三十年 選舉謙卑面對人民 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來的大罷免潮 那就看民進黨怎麼拚 什麼叫怎麼拚 要不要打得頭破血流 就是我簡單講 國民黨只加一條 增加罷免的門檻 就是以前用簽名的 現在要身份證贏本 那個拿10%減的數 比阿姆斯壯登陸月球還難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 先看法怎麼修 那接下來中部 其實盧秀燕也跟你差不多同樣的心情 也是如履薄冰 是 所以這個 馬上召見的三 馬上召見的三個立委 對 人家是真的懂選舉 盧秀燕 如履薄冰 是不是 你們台中F3現在問 媽媽回來了 媽媽在照顧喔 其實這次罷糧活動 我們對公民的一個活動裡面 他成功喔 算是成功的 不簡單的 你覺得罷糧是成功 對啊 雖然說結果是輸嘛 跟阿川說是對的 你也知道 因為你 你也知道 在基隆發生 那麼多事情裡面 新聞媒體不是在基隆的 那公民黨就看 那個教練怎麼這樣拚 我就說 謝國良第一 要感謝是柯文哲 是啊 你看 你的媒體效應 好 那盧媽媽的策略會怎麼走 欸 民兵黨 資源來了 對不對 找藍白合作了在台中的這個示範區 蔡壁柱去刀三天 佛工廠去刀三天 各位他們的主委張合宿來刀三天 這個都不是意外 剛剛仁靖哥哥在講到那個宣講 當時我們學士音樂節的開始了 盧媽媽的現場就要硬碰硬 下個禮拜連續兩天 再下下就連續兩天 每個禮拜都要宣講這個熱度 那宣講什麼 宣講就是這要8F3 這裡面有寫得很清楚 你看這個送走媽保 台中會更好罷免盧媽三爛爛 就是這個 就是罷免台底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對 這個部分就是什麼 因為敲鑼斷劍 這個廢翔 那這三天你注意看 這個不是叫台中F3 從新北雙北 台北新北一直到桃園 包括傅昆吉 包括台中F3 包括雲林 包括高峰安 中共十六時 你有注意到嗎 王峰衛跟徐曉星 一直到台中F3 那時候要喊罷美中 點點點 盧媽媽特別交代 你們這三天乖乖 聽媽媽的話 不要那麼多意見 我怎麼處理 你怎麼講 好來了 國民團體在什麼地方 這裡策略要怎麼走 你知道嗎 我舉個例 我們的四五六第五選區 現在這個罷免時程你看 因為到明年的 明年的時間點 七月八月才會 如果能夠選的話 能夠罷免的話 你還要等十五月 你等二月一號 也是三個月後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程你看 你期間這部分 你提議要有三千六百多月 以中五的選區的話 我們那個第五三區 黃建黨這區 再來就是你總共 連署要三萬六千多月 票還要九萬票 這九萬票就頂了一個 立委條的票 票數 那我們看出一些貓膩 講那個羅廷偉 剛剛瑞德哥跟你說 台東這三個很貴陷 對不對 第一個最危險的 反而是那個羅廷偉 羅廷偉在上面 沒有跟程序委員會 他投那個 契權票列給我 在七月份 我們新榮裡的里長補選 還有上個禮拜公園裡的里長補選 我國民黨的人都投 因為他們那一區 中央選區是中西東南 那是比較舊的市區 那麼北屯區是比較新的 年輕人 所以年輕人的話 他站出來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個誘因 那一開始那個連署書 大部分都是老花那麼多 就慢慢的要有助講宣講 然後還有一個人大家都忘了 我們是F3是加1 那個1是誰 顏寬恒 我們海鮮大佬就講 海鮮大佬也來過你們節目的 他說我很有誠意 你們都自己試著挑軟的吃 我要把顏寬恒 我跟他站出來 實際上國民團體 以來跟這個海鮮大佬 你說我們那位殺戮騎老嗎 騎老一 前一次中風 另外的兩個騎老 另外兩位騎老 然後就結合 我今天還跟杜醫師 杜誠者杜醫師在聊說 這個最近會開會 因為年輕人要去海鮮會怕 還沒辦法 阿川怎麼沒說 連署站放在那裡 你怕放在那裡 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嗎 所以你們台中對於 罷免立委行動還興致勃勃 當然興致勃勃 這不可以領 我跟你講 因為為什麼 所以我這次看他的國民團體 這個69900等於7萬票 不簡單的 真的是我認同阿川說的 阿川你責任 你如果說你要選基隆市場 這就過了 對不對 實際在砍棒 他站在那裡 就加2萬票出來 我告訴我們 我告訴我們台中市 前交通局長拜託他回到台中 完你就是為什麼 盧媽媽要叫我黃國昌 下去 下去辦身對不對 你也要回去辦身 不然我說F3 立道 公民團體 說實在 那支付錢是自己拖的 那一天 他沒有幾百元都自己拖 還要害怕 那會不會 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說 盧媽媽這次很聰明 按部就班 還會做人 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要做人 不用做事 這裡面 要做人要做事 我想就是 你說台中市 你問那個藍綠的議員 盧媽媽 他在那裡做人嗎 我問了那個李天生前主委 他說有一次議員 不然要怎麼拖 早上我的生日 八點就卡來 哎呀天生議員 哎呀大理悟風 有什麼需要幫忙 直接打我電話 給五毛給一塊 他說這是要怎麼 要怎麼拖下去 這有辦法做人 所以盧媽媽一手碗很軟 所以你這三個乾兒子 會不會聽他的話 所以我就說 你這要敲鑼斷箭 要廢想說現在盧媽媽 他們這三個 三兩個 不是說這幾天有招來 招來台北 所以盧瑞看到這個六萬九千多票 這七萬票會緊張嗎 會嗎 公民團體這個票數 其實我一直認為 這個是很大鼓勵 因為一早上的時候 總統說上十幾%投票率 我又會看兩萬票三萬票 哦 七萬票 所以你看到這個開票結果 如果你也很感動就對了 你就在中部不能夠演戲就對了 光基隆罷免票就拿到六萬九千票 光民團體那些年輕人 我就拚到這樣 我想說實在不簡單 給你們學樂一下 這年輕人厲害 你也要給他們學樂一下嗎 對 沒錯 那麼有些這個等於說 台派的支持者 好像一開始覺得很傷心 說怎麼輸一萬六千票 對不對 你錯了 為什麼呢 只輸一萬六就是贏 謝國良腦袋 至少在這個時候是清醒的 他認為那麼霸梁團體沒有輸 各位你知不知道 今天謝國良 他今天得票數是八萬六千票 對不對 今天八萬六千票 這個等於說 那麼反對罷免 他比2022年一選 我們假裝市長的時候 絕絕輸一萬票 可是兩年前 他在選這個聖宮 那麼這個 基隆市長的時候 他有那麼大的資源嗎 國民黨有請全黨制立下去嗎 麥英基有去試敗嗎 然後呢 侯友宜 盧秀燕 包括這個 韓國瑜 這裡有全部都去 包括這個王洪威 然後呢 這個等於說 徐曉鑫 這個立法委員中去 包括鍾小平都不知道 去了幾次 還不小心講了一句 可能會被罰錢花 你知道嗎 你們要知道嗎 他有那麼大的能量嗎 沒有 可是他少了一萬票 我看的剛好跟你們看的相反 為什麼呢 他少了一萬票 然後呢 今天是什麼日子 九個月前的今天就是總統 跟立委開票的日子 林佩翔洞宣嫁人的立法委員 有沒有 總總比今天少了五千票 他也減五千票去 什麼意思 也就是基隆的藍營裡面 至少跑了五千到一萬票 對謝國良是不少的 即便那麼大的一個資源 你要知道 今天是三個 三個重量級的權王 而且是職業的 包括國民黨 包括謝國良的這個基隆市政務 包括一個民眾黨 民眾黨要選管治黨員都去 你知道 都去幫謝國良 為什麼 他們在幻想有沒有藍白河的空間 要選新北市政務的黃國昌 要選葛伊齊的市政務的 張齊凱 包括要選平隆館的林國城 他們都去 三個重量級的 要選管治黨的 然後三個重量級 職業去打 業餘的 清量級的民間團體 結果竟然被逼到強角 只贏一萬六千票 我跟你說 這是國民黨的隱憂 你以為你 你以為王毅川在開玩笑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王毅川 有看到我 有看到民進黨一大堆大頭 去陪這些霸良團體 去掃街 去菜市場拉票 去各式各樣的活動 像國民黨這樣 剛剛中小平講得 好像清明大姐說 他們覺得輸贏 你錯了 本來預估 他們要贏霸良團體 一倍 一倍 對 結果沒想到 竟然只輸一萬五千票 一倍不可能 一倍 我告訴你 我現在很負責任跟大家講 民調 他們很迷信的民調 不能把民進黨當職務人 不相信 不相信 今天有公布之前這一連串的民調 選前的民調 選前民調都是四十幾比二十幾 對 對不對 就是一倍 他們本來很 其實謝國良 我說拼命的 你很快張 不過他是蠻篤定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下了這麼大的公布 我跟你說 今天開完票 他們國民黨應該會下出一身冷汗 不過你放心 他們一定會想 那林濤民運蠻開心的 我告訴你 所以我看到二零六年 中國國民黨死了 然後白英也慘了 為什麼呢 那你說明明在全國大罷免 有沒有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國民黨馬上會在立法院裡面 用緊急會議的方式 把這個所謂的選罷法的效果 弄進去 他會讓罷免成為沒有辦法罷免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 另外一個焦點 今天罷免到這裡告一段落 但明天開始 有關於第八個禮拜 邁入第八個禮拜 已經兩個月了 然後這個柯文哲的政治現象 在禮拜約談關鍵女證人 對 這是我說的 黃珊珊說她沒有拿到傳票 我沒有 我從頭到尾沒有說黃珊珊 黃珊說她沒有拿到傳票 沒有錯 所以另外一個關鍵女證人 可能從中部搭高鐵來 因為我從來沒有說 這個等於說黃珊珊 各位聽清楚 我從頭到尾都說 有一個大尾女性的政治人物 對不對 那麼收到傳票了 會被用正人的名義來傳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黃珊珊 說黃珊珊的人不是我 那麼所以有沒有大家走著瞧 很簡單 不過是用正人的方式 要查金華城 另外還有一位 是要查這個所謂的政治現金 所以還有跟大家講 有一些什麼財團 江湖人士 然後斗內多少錢 好幾百萬 有些不是直接捐給民眾黨的 有些要查他們捐的錢 不是捐給民眾黨的帳戶裡面的 是從USB來的 所以事實上 你以為台北地檢署 他在查金華城的案子 連政署這邊 還有調查局北部機動站 分批 然後還是在進行還是在查 所以千萬不要誤以為 那當然 那麼黃珊珊最喜歡 帝國道菜都站在 這個道德的高點 但是胡亂講話 你說一個 那個焦灼式空轉 價剛29張書捨票 全都出來了 他現在又講了 他昨天在桃園那場 怎麼說 說贏人秘書 定有周餘修 被台北地檢署 跟這個調查局 約談了以後 竟然問周餘修說 那麼你為什麼要退出民進黨 照謠 黃偉昌抓 黃國昌抓著這個話 一直罵了 他就罵說 關你差事 就罵髒話就對了 就罵錯了對不對 黃國昌 滴溝道菜都胡說八道 台北地檢署今天用公開的 公新聞稿說 你亂講為什麼 我是要查相關的資金 所以問他金流的部分 問他什麼時候 為什麼加入民眾黨 說退出民進黨 是周餘修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的 還拾到檢查關係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報告的是說 聽黃國昌的話 冰在聽就對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聽一下 他到底怎麼說的 聽看黃國昌 他怎麼說的 嗯 調查局的人 在問修哥 你為什麼要退出民進黨 當我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老實跟大家講 我真的不敢置信啊 修哥是脾氣好的人啊 如果是我 我一定當場就翻桌了 我為什麼退出民進黨 關你檢察官 是啊 你到底在搞政治深訪 還是在搞司法調查 你敢問這個問題的檢察官啊 你再站出來 說清楚講明白啊 台灣民眾黨絕對不會 屈服在這一種 綠色威權的國家 恐怖之下 對不對 黃國昌此話 還祝大家都抓到了 我用黃國昌剛剛講 剛剛講的話 來打他就好了 台北地理人物 今天就反問了你黃國昌 你敢不敢站出來 直接向這個全國 包括尤其是辦案的 這些檢調聯單位 公開道歉 你胡說八道 你地國到台東 從頭到尾都是你黑白說 你沒有弄清楚 你亂講 你還有那個資格說什麼 綠色恐怖 我們台灣的司法 絕對不屈服在白色恐怖 白色的力量的恐怖的威嚇之下 這樣才對嘛 所以很簡單 我贊成 那麼台北地理人署 不要怕這些立法委員 不要管他們的韓運算 都不用怕他們 有多少證據就辦到多少 不管他的層級階級有多高 如果有政治力 完全介入這個司法的話 我問你 還會讓黃國昌 公開在外面 胡說八道 要造謠聲勢嗎 好 那我們要問一下Grace 民眾黨會自己導演劇情 引用錯誤的事件來批評民進黨 批評所謂的白色恐怖 你現在所掌握到的訊息是 民眾黨也認為柯文哲可能會被起訴 現在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禮拜六 也就是說這個禮拜六 應該是10月19號 也就禮拜六的時候 他們會最後一場最大的集結 就辦在新竹 就是這個本能室的地方 新竹 非常重要的地方 高昂安會來嗎 目前我是覺得 代罪資深怎麼去 高昂安去最適合 司法不公 對啊 司法不公 他是司法不公本人 本人 本人 他無黨籍 對 而且他無黨 所以他是跨黨派的合作 那也大家有個外界很好奇 那出席的就是柯家人 會有誰一起站出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亮點 那剛剛瑞德哥也跟大家講 到時候哪一個大咖站不上去 那個可能也是一個亮點 所以我就覺得黃國昌的嘴 他是要做神嘴 什麼叫神嘴 那他只要喊什麼 他就會讓這個檢調激動一下 檢調又會動起來 所以我就很期待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上禮拜黃國昌就喊大喊說什麼 有沒有 跟你講 找不到金流 就打壞人家的人格 結果隔天有沒有 哇 超多 超級大咖贊助者都被找去了 還有很多的金手人也被找去了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民眾黨在喊說 這叫做清黨 他就用政黨來去解說 這是錯誤的 我要跟學弟黃國昌解釋一下 周宇修跟戴宇文 現在看起來 很像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跟眾望基金會裡面 領過薪水的人 但是 他們一直以來都擔任柯文哲身邊 很重要的隨行秘書 而且周宇修 他還是管柯文哲最重要的地方組織行程 所以不管是見金主 見地方投人 誰最清楚 周宇修最清楚 所以當黃國昌故意想要擾亂視聽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們在擔心什麼了 另外我要講 周宇修 戴宇文跟橘子有沒有關係 有啊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說了嘛 他們是屬於行政秘書組啦 要嘛就是跟行程 要嘛就是排行程 所以檢調單位現在就是要查什麼 一定就是查柯文哲隨身碟裡面的內障嘛 就是你的內障有沒有通到你的內褲嘛 就是你的自己的金庫去嘛 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講什麼叫外帳 外帳就是有登記 大家看到監察院資料裡面的 但是我們會發現很多的cash money的 相關的金主也被約談 那是透過誰 金手人 透過什麼 就有可能透過USB隨身碟裡面的資料 那我們再過來講橘子 不管是橘子 許子瑜他的朋友 是不是要幫橘子說話等等 我覺得都OK 我本人也是 我就一直叫橘子趕快嘛 Come on Baby come back to me 就趕快回來 沒有 我覺得民眾哪他不能回答 是如果橘子他 他們不是說沒金流嗎什麼的 如果橘子他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 對啊 為什麼不回來 如果柯文哲沒有違法 我們就說嘛 第一個 如果以柯文哲沒有違法為前提 你們這些被叫去問話的 有什麼好緊張的 對 為什麼橘子不回來 第二個 如果橘子你沒有做對柯文哲有什麼 可能會讓他違法的事 你幹嘛不回來 或者是說柯文哲有沒有叫你做一些 你認為現在回想起來很緊張的事 那你更應該回來啊 你回來老實講 剪掉就會告訴你說你這個其實沒什麼 你這個有什麼 或者你甚至可能可以還柯文哲一個清白嘛 就說沒有 他們只是去唱歌 唱一些像海波浪之類的歌 或者說沒有 裡面沒有甜點 都周小平亂講 我覺得就是 問你什麼叫內臟通內褲啊 聽不懂 是得善氣內臟 那個腸子掉下來 我已經講到橘子了 你已經直播在這個點上就對了 我已經講到橘子了 所以我就說 因為橘子你基本上可能都知道嘛 我跟你講 有非常多人都說橘子很善良 那你要知道有非常多在大選期間的人 包含我的長輩啦 或大家有一些朋友你問就知道了 柯文哲跟這些人見面 橘子很多都是坐在門外面的 他坐在外面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檢調頂多就問問他 確認一下行程 第二個 柯文哲是不是有麻煩你 幫他處理一些文件 那你就把事實講清楚就好 其實這裡都沒有那麼大問題 你跟橘子是熟的對不對 橘子熟了嘛 你這樣講這個片段回來 最近報出來的什麼信託帳戶啊等等啊 被懷疑說他可能幫 柯文哲藏錢 在一個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你覺得橘子有可能做這種事嗎 我是覺得這個 陳佩琪是沒那麼大方的機會比較多 你覺得陳佩琪的個性會把錢自己守住 對啊 不然他ATM理財術是怎麼辦到 不會交給別人 我是這麼認為啦 因為2014他們也是這樣啊 我跟你講他2014的時候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捐贈的款項餘額嘛 他們拿去繳房貸啊 本來說應該還要繼續來回饋 沒有欸他拿去繳房貸 好 下個禮拜號稱有一個關鍵女證人要接受約談 傳那麼多人了到底有什麼進展 這一個都是要確定要鞏固而已啦 你說會有新的發展 新的發展還是要被壓的這幾個人有新的突破才有嘛 其他人來 譬如說什麼祖宜秀他們擠下去 只是要確定說你們的薪水到底是什麼人領 當時領什麼貸的薪水 你們裡面怎麼核銷選舉坐計程車的帳拿去哪裡報 你如果出去打桶邊是打哪一個 他是把這個時序全部弄清楚 你說這個下禮拜來的這個什麼女性的這一個 這個